今天要做的是石酥冬粉堡 參考食材如影片所示 大家也是可以依照個人需要調整 首先先用飲用水將冬粉泡一個小時左右 水記得要淹到冬粉 讓冬粉可以吸滿水 接著將白菜切片 把白菜葉子的部分另外切 整個部分一片一片的把它切片下來 胡蘿蔔用波浪刀切片 薑片切少許 新鮮香菇切片 玉米筍切小段 豆包切小塊 接著我們要把食材先炒一下 首先先在平底鍋裡面放油 接著先炒薑片 薑片跟白菜一起炒可以改變白菜比較寒涼的性質 薑片炒香之後放入香菇 下去拌炒 接著依序把其他的食材 加入鍋裡面拌炒 比較內煮的食材先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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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這些蔬菜更容易煮熟 讓這些蔬菜更容易煮熟 放炒均勻之後再加一點點的水 接著蓋上鍋蓋燜煮 燜煮幾分鐘之後 加入香菇粉和鹽調味 再均勻地拌炒 拌炒均勻之後蓋上鍋蓋再燜煮 等待燜煮的時間 我們煎一個蛋包 這個蛋是待會要放在冬粉堡上方 做為配菜也做為裝飾用的食材 接著在砂鍋裡面倒一點點的油 記得開火 現在底下鋪了冬粉 然後依序倒入剛剛炒好的蔬菜 先蓋上鍋蓋小火煮五分鐘 接著再加水 水量微微的醃到食材 放上蛋包 再蓋上鍋子蓋約煮三分鐘 接著放上綠色的花椰菜做裝飾 再燜煮約三到五分鐘 這樣子一個好吃的冬粉堡就完成囉 這樣一個好吃的冬粉堡就完成囉 然後再 Ś 請用煮一次燈煮 再推炸囉 感谢观看